你的微博上面看到的是你是个演员 并且还参加了一些服装化妆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你到底是 其实我是一个兴趣爱好比较广泛的人 对 我涉足的领域非常多 比如说像歌唱这一块 然后演员这一块 然后包括美业 对 美业 不是这个业 是业界的这个圈子 就是比如说包括皮肤管理 我真的很感谢你为什么会要做美业 你帮我看看我怎么可以变美 你啊 来回家 为什么会是这个绝望的眼神让我重新投胎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其实你很美了 真的 谢谢 你真的已经很美了 谢谢 这么水灵 没有了是吗 就是需要提拉一下 对 要这么直接吗 我还想夸你说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很职业的人 职业的人 对很有职业操守的 所以你是很毒舌的人 其实还好了 我只是敢于说出事实 好我开始问了 你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参与 感觉我得罪人了 赖声川的话剧 《冬之旅》 赖声川导演的话剧 对对对对 是什么机缘巧合让你跟赖岛结缘的 挺有意义的一个机缘吧 就是我哥哥的一个朋友 他在赖声川的这个赖岛的这个导演里 那个那个话剧里面 他是做那个腐化这一块的 对然后通过他 然后我进入到了这个圈子 然后认识了赖岛 然后认识了赖岛这个团体里面所有的演员 然后 黄磊什么 对黄磊啊 比如说 那个何老师啊 何忠老师 对 胡歌啊 许晴老师啊 还有那个 还有好多就是现在都蛮有名气的 还有比如说文力姐啊 他们 对 你可以给我们表演一段 你在这个叫《冬之旅》的里面 扮演这个八卦的记者的范儿吗 你不是已经表演了吗 不 就是你这样 你们是怎么喜欢你们的偶像的 我想问问 他怎么那么讨厌 跟我们表演一段 就是 哎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啊 昨天那个 谁谁谁谁又怎样了 身体要这么咄咄逼人吗 当然了 你不知道吗 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八卦 八卦 那个余记的那个记者嘛 他都是 非常的激动的 比如说他抓到一个明星的时候 他采访 花边 对 他会 他会比你要 就是要更激动一点 因为我没那么大腕 对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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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属于比较冷静的 但是如果说在下面 我是记者 我是主持人 你是主持人 下面的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会比较激动 因为周围有很多记者 哦 他又要抢话题 他要抢话题 抢一个机会 万一就是 那个艺人没有听到他提问 就忽略了 然后他回去没办法交差 是吧 对 我想问问你 如果说 再给你一次机会演一部话剧的话 你希望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希望我要演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像何老师他们演的暗恋桃花园 这样的角色 就是有喜剧的成分在里面 然后呢 最重要的一点 他是古装 对 我特别喜欢古装 我有个梦想 就是希望能在一部电影 或者电视剧里面 像白子画 或者像沙姐姐一样 在天上飞 那个沙千刀 哦不是 沙千刀 沙千墨 沙千墨 对 沙千墨 像他那样 我还有一个问题 说 你以后会专职的往戏剧方面发展吗 看你这么过瘾 那要看有没有导演赏识我 赖声专导演 哦他是话剧 他是话剧的嘛 对 其实我接下来 我更想往 电视剧和电影 对 这方面去走一走 对 因为我觉得 毕竟话剧的舞台 是面向的是话剧 现场的那些人 现场的观众 但是呢 我希望我的表演 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 我真的觉得 你长得好像古代人 有没有人说 你长得像什么 贾宝玉啊之类的 有 有 对 他们说 贾宝玉那个角色 你不演就可惜了 对啊 当时你为什么不去演 因为当时我要参加比赛 什么比赛 我参加快难 哦 然后呢 然后就把这个时间错过了 你参加过快难啊 对 当时是走到了多少 当时走到了金英网的前五十 哦 然后去长沙了吗 没有去 因为我去了新浪 啊 去了新浪 我 其实这个事情说起来挺复杂的 就是 我同时进入了百度唱区 天涯唱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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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